東京電玩展 Yoho 大家好 我是Komi 看了我們前兩個禮拜的 東京電玩展的特集之後 是不是覺得非常的精彩 很想要親自去朝聖一次呢 其實啊 參加TGS 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入 巴哈姆特一年一度的旅行團 那除了機票 住宿 還有專車接送 可以說是非常的方便 那如果你想要一個人去的話 其實東京也是很適合 背包客去你的地方喔 這集的特別企劃呢 就是TGS朝聖之旅 對於之前沒有經驗呢 又想要自己去的玩家們呢 可要看仔細囉 那去之前記得喔 要先自己預訂好飯店 然後還有機票 那如果已經準備好的玩家們呢 趕快跟Komi一起出發吧 Go 東京是一個交通非常發達的城市 它的電車系統呢四通八達 總共有數十條的幹線呢 遍布了整個東京都 所以呢 不論是雨田機場 或是成田機場 通通都會有電車經過 所以啊 在出發之前呢 最好查一下哪一站呢 是你你的飯店最近 然後再前往 那如果你的手機可以上網的話呢 那就更方便啦 你就可以一邊查地圖 然後一邊找路 大家有在飯店好好的休息嗎 等TGS正式登場之後呢 就要開始準備坐債了 那不管你住在日本的哪裡呢 電車都是我們很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喔 尤其你要到達會場的話呢 就要記得電車系統裡非常重要的山首線 這個環形幹線呢 就經過了新宿啊 澀谷等等 東京非常熱鬧的地方 那我們的目標呢 就是東京車站 我們要在東京車站呢 轉達經夜線 然後到我們TGS場館的所在地 海濱目章 有沒有看到那長朝的人囉 因為啊 每年到了這個時候呢 就會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玩家 跟媒體前來朝聖 所以一到了海濱目章呢 跟著人朝走就沒有錯了 很快呢 你就會看到TGS的場館囉 跟著人龍還有路上的指示呢 差不多十幾分鐘 非常快的你就可以到達現場了 那會場裡面呢 也是非常的大喔 所以啊 你準備一張好走的鞋子呢 是非常的重要喔 你看 現場好多遊戲的廣告喔 還有這個 東京電玩展的搭行輸出 哇 好期待喔 趕快去吧 GO 到了會場呢 如果你還沒有買好門票 現場也可以購買喔 而且記得拿上一本這個場 場刊裡面有所有廠商的地圖 事前做好功課 知道幾點哪裡有舞台活動 這樣子呢 就更好囉 可以更節省時間 另外呢 大家最關心的當然 就是排隊試玩新遊戲啦 像是一些比較超人氣的作品 就會有很多的玩家等著要排隊試玩 所以呢 大家記得啊 就要算一算時間 提早先來到會場 等到十點 一正式開始的時候呢 馬上就去搶這個 所謂的整理券 整理券其實就是號碼牌 那號碼牌呢 有各種不同 像這個它就直接拿了就可以排隊完了 那這個呢 它是上面有時間的 那你就按照上面的時間前往排隊就可以囉 你看看像魔物獵人這種超人氣的遊戲大作呢 就是會有這麼多人在排隊 所以啊 如果你是一個人來的話呢 最好準備好你的手機 或者是你的掌機 這樣子可以用來打發時間 不然一個人在人群裡面呢 可是會非常的寒心的唷 逛了一天之後呢 小孩真的有點酸臉 那現在呢 是一整天的活動都結束了 那相信大家看完我們的 東京電玩展朝聖之旅之後呢 對這裡都有相當的了解囉 明年記得自己有機會的話 也可以過來玩一玩咯 大家再見咯 拜拜